第十五届国会第二期第一次会议 将在后天也就是星期一先开序幕 受邀出席的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将首次对首相阿都西安华所领导的团结政府 发表施政预词 长达29天直到3月底才会结束的会期 关注焦点除了在这个月24号 重新提成的今年度裁案 还包括同样再次提交辩论的供应法案 根据国会官网所发布的日程表 从这个月15到21号会先辩论施政预词 由27号起才会按照各阶段辩论供应法案 直到下个月28号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会期有两份白皮书会插队列入辩论流程 包括政府的疫苗采购案 以及白交导的主权课题 此外团结政府治下的国会也将首开先河 落实每逢星期二展开的首相问答环节 让安华直接回应任何面向他的质询 就让我们来看他的质词 然后我们去看看 好 好 按一会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